卓乐国小在两年前积极申请行动学习计划 平常学生和老师都习惯线上学习模式 同时部落里头也建置了12座中华电信4G的基地台 因此每个同学不会因为城乡落差而没有稳定的网络可以使用 对于停课不停学 卓乐国小已经整合软一体设备 让全校师生可以妥善的自由运用 你的平板关机充电 不用跟住关机充电就好 老师再三叮咛平板电脑要充电 这已经是卓乐国小师生的日常对话了 两年前学校申请了行动学习计划 每一位老师以及学生都有一台个人专属的框布 并在部落建置12座中华电信4G基地台 因此每个学生不会因为城乡的落差而没有稳定的网络可以使用 让每位学生在家都能够轻松上网学习 发现到部落孩子其实比较沉迷山西的产品 那我们就想说与其让他们去沉迷山西的产品 不如把这个山西的这个产品拿来变成是学习的一个工具 就是采购了很多的数位的载具 然后这些数位载具就变成学习的工具 那当然很多家人会担心说小朋友拿到的笔电或是平板 是不是会变成是游戏机 但是这些数位的工具呢 其实我们都后台可以管理 就在今年新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的时候 台湾正在积极使用视讯平台同时 卓乐国小平时学生以及老师都已经习惯线上学习的模式了 对于停课不停学 卓乐国小已经整合硬体以及软体各项教育学习资源 让全校轻师生可以妥善自由运用 学生就像是教室上课一般 让停课期间学习不中断 操作上面的话 因为我们在彩排之前 我们都有上过两次的研习 然后我们学到学校的校长跟主任 都有带领我们去做那样的系统训练 所以当天在操作上比较蛮顺利的 但是所谓的困难的话 应该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其实没有办法很立即性的看到 学生跟老师之间的活动跟回馈 所以那部分是会比较可惜的部分 但是学生其实在学的过程当中 他们其实蛮自然的 因为我们学校一直都有在推数位学习 包括军音或是Pagemo 所以学生在使用平板上面 其实也是很熟悉的 就是唯一比较缺憾 就是没有办法现场跟学生有互动关系 就这里每位学生桌上一台触控型的笔记型电脑 学生带着耳机 边看荧幕边献上填写功课 老师则是在一旁叮咛学生 另外一间教室是学校非常主推的民族教育当中的足域课程 卓乐国小全校有38位的学生 有9成都是布农族学生 足域教学也是可以透过线上来教学 不用担心因为疫情阻挡了文化传承 在我们的布农族的主食呢 就是带 玉米 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大爆发 学校可能面临的停班停课状况 远距教学居家学习成为重要课题 华丽县政府更在4月份 县长徐正卫的带领之下 执行了停课不停学的各项演练计划 卓乐国小校长说 平时就已经做好万全准备了 那昨日国小本次在4月22号下午演练 重点主要是在全校六个班级 同时进行演练 停课不停学的教学 同时并检视老师 是否能够熟悉线上的教学工具 以及跟学生如何互动 那包含使用花莲线自行开发的学习平台 如字音自行网 书法学习网 以及阅读 读经学习平台 那还有例如使用教育部的音才网 以及军医教育平台等工具 不管是在线上视讯教学 还是在学校与老师互动上课 学生都笑着说线上教学非常有趣 因为可以透过这个学习 就是就像在跟同学 跟老师上课一样 也是能学到那个东西 喜欢 用平板 用平板 为什么觉得用平板 因为是电子的 成品三系也是一直是父母亲所担忧的 想法孩子们因此而忽略学习 除了国小运用孩子喜欢使用三系产品的优势 与教育结合 两年多来的成果发现 孩子们不但因为使用平板教学 专注力提升了 并且学校对于控管也非常严格 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层面 让小朋友在这些数位学习 线上学习上面得到另外一方面的成就感 于是他们其实对于线上学习 或是这种数位学习 其实还蛮开心的 这个设备它其实是有安全保护 所以它并不能让小朋友就是 拿自己的手机或是自己的平板 透过那一个基地台上线 只有学校的载具是可以点上去 除了国小目前共建置了物诗台左右的笔记型电脑 12座的基地台在部落 虽然目前花东地区并没有学校停课的状况 但其实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说 因为疫情导致全球多数学校 从小学到大学都关闭 其中半数的学生因为没有电脑 无法居家上学 除了国小表示 整体而言疫情让过去成绩累积的数位学习成果 在公众面前亮相 掀起意外的数位学习 远距学习风筹 学校长期投入资源 推动数位学习教材开放 行动学习在必要时刻派上用场 大幅增加学校数位资源的使用程度 但还是希望疫情能够尽快缓解下来 记得高松霜 综合报道